有朋友在checkroom上问 就说700腾讯 今年其实是不是都没什么运行呢 Nespers的减持 那些人就越看越淡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事 实际上整个科网板块 现在又不是特别标轻 如果你说整个科网板块 是很标轻的状况下 那腾讯是比较有信息的 但是Nespers又减持过 真的永远都是 你看短线的话 它做什么你又怕 之后不减持 那些东西升上去的时候 你又选择告追 我觉得无谓 如果你看到很短线 Nespers减持过反映了很大部分 但问题是现在的气氛 的而且确跌四百多点 科子又跌下来 差不多科子跌了2.5%左右 都是炮输大使 或者这段时间 科技股是其中一个拖底大使 其中一个原因 那腾讯短线 当然没有运行 但问题是中长线来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差的板块 如果你看回 由三月份的事件 开始腾讯同样地三百元的位置升上来 和大使同步 都不是那些特别差的板块 哪些是特别差的板块 创货是特别差的板块 瑞兴科技是特别差的板块 那些是很多风险因素一落落 所以你讲一变相地现在 NASPA的减持 只不过形成在四百元跌下来一个短线 跑输其他科技股的最主要因素 那你问我之后 它会不会减持 我之前说不是减持 我保证回答你不到 但是现在来 如果你做短线部署上面 你想的不是只想NASPA会不会减持 你想甚至说业绩上面 会不会那些广告业务第二季还是很差 你正在想这些状况 短线真的不忌厚望 但你买得腾讯 我觉得起码看二零二三年以上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看短线的话 腾讯不是再低一点三百二十几元的位置 就是你有货的 那些位置再想去扣货 慢慢去分住去收集 但是突然间一注过的话 我就想不到 为什么这些位置突然间要一注过去出售 唯一好处就是 比三百八十几元的位置买的 但是问题我真的保证不到 回答你不到NASPA 下次会不会减持 好啊 好 有个朋友在这个checkroom上就继续追问 那是不是可以捞呢 那应该多少钱捞呢 就是腾讯 我也是那句话 就是为什么你要一注过去捞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在市况上 你要一注过去捞 有些人很肯定 我又不知NASPA几次减赦 我又不肯定广告业务 几次会好一点 那你要一注过去捞 这一刻我觉得 这些位置都等了这么久 之前那些低位你又不尝试去试 那你就等业绩出到来 确定是OK了 那时候才去博 如果你硬一注过 大概三百元 短线一定见不到你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市况上 你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减少自己的风险 腾讯一手 都的确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真的不是便宜的 这个在我上个礼拜有些其他节目都有说过 就是如果 就是不要看那么短线 我们偏长线 股王都是长线的 腾讯都不是一两年变成股王 就是在下个周期上面 TMT sector未必是一些 真是最主力发光发亮的板块 可能你说一些automotive电动车 新能源 或者说一些新材料 这类型的投资 可能更加有机会成为股 所以想一下自己为何买腾讯 你问TMT sector 我觉得 我们在拼击的一件事 就是政策有机会见底 但问题就是用一个分注策略的形式去吸纳 你问我多少钱买 在300元这些位置才会想得出国 嗯